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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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我們來介紹這個 連續型的機率分布 我們先舉一個例子 是叫做金零分布 金零分布的一個例子 就是計算機上的隨機亂碼件 比方各位同學來看一下 我這邊有一台計算機 這裡有一個計算機上 有一個隨機亂碼件 我給他按一下 就有一個數字是0.23729 等等 再按一次 這個數字又變了 是0.27033 再按一下 是0.894068 所以各位同學 這就是一個隨機變數 因為你每次按 它數字就會不同 而且是有數字 這個我剛剛有強調過 隨機變數一定要有數字 而且會變 這樣 那以剛剛我們計算機上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 這數字都是0點多少的數字 也就是它數字都是介於0和1之間的數字 而且它是有小數點 這個跟剛剛的這個二相式分布 波魯力分布 或者布阿松分布 不一樣 剛剛的這個二相式分布 是0、1、2、3一直到N 都是整數 它沒有小數點 那布阿松分布呢 是0、1、2、3一直到可以到無限大 也都是整數 也沒有小數點 但是我這個計算機上面的隨機亂碼件 都是有小數點 所以這個就是連續型隨機變數 跟之前講的這個離散型的隨機變數 差別就差在這邊 這個是有小數點 那我們來看看剛剛的這個計算機的隨機亂碼件 按出來的這個激力分布的圖形是什麼樣子 我們把它畫成圖形就長成這個樣子 因為它這個一定是在0和1之間 0以下不可能 1以上也不可能 所以它這個我們用藍色把它畫一下 就是它只能在0和1之間有可能出現 其他地方不可能 0以下不可能 1以上也不可能 所以這一點 然後另外一點 它是均勻分布 也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0和1之間的任意數字 它出現的激力是均等的 因為這是計算機上的這個亂碼 所以它0和1間的任意數字 是機會均等的這樣 所以畫出來圖就是平的這樣 然後還要注意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激力分布的圖 重軸是叫做所謂的激力密度 英文叫做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激力密度 這跟之前的我們講的離散型的激力分布 它畫出來的圖 重軸直接就是激力 各位同學去看一下之前的二相式分布的圖 柏努力分布的圖 它的重軸直接都是激力 但是我們這裡的重軸 不是直接就激力 它是所謂的激力密度 這樣 激力密度 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要透過曲線下的面積 也其實就是微積分裡面的積分 但是大家不要把它想得那麼難 其實就是曲線下的面積 才是激力 就是激力密度函數 要曲線下的面積才是激力 不是直接就是激力 這個是連續型的激力分布 跟離散型的激力分布 不一樣的地方 離散型的激力分布它重軸 直接就是激力 離散型的 連續型的重軸是激力密度 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方說我舉個例子 我們想要說 計算機上的那個案件 會出現0.2到0.6之間的激力是多少 這樣就可以很容易 你就把激力密度函數的藍色的曲線 因為我今天想要了解說 它介於0.2和0.6之間的激力是多少 這個 這個 案件出來的結果 答案是會在0.2和0.6之間的激力是多少 那你就曲線下的面積 這一塊 紅色的這一塊面積 這個面積怎麼算 當然很簡單 底乘以高 底就是0.2-0.2 底是0.4 那高度是1 所以答案就是0.4 就很清楚 這個意思 那這邊再強調一點 我這邊寫的是0.2小於等於u 小於等於0.6的機率 但是我如果把這個機率改成是0.2小於沒有等於 這個0.6也沒有等於 這個答案還是一樣是0.4 那我把它改成其中一個是小於等於 一個是小於 答案也是0.4 這個改成這樣也都還是0.4 這個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的意思其實就是 什麼意思呢 其實意思就是 你如果要光看0.4的機率 它其實是激進於0 也就是沒有 你看這個細細的 這個0.4這個面積是0 你如果要光看0.6 其實它面積也是0 所以我剛剛的小於等於 有包含那個等於 有寫等於或者是沒有寫等於 反正答案是一樣的 因為寫等於 那個等於0.6或等於0.4 那機率都是0 大概是這個意思 這樣